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在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走访时了解到 每年因为身上长了小肉啾啾来就诊的患者不在少数 有的是为了美观 还有不少人是担心感染了HPV病毒 那这长了小肉啾啾到底是不是感染了HPV病毒呢 它通常与HPV也就是乳头瘤病毒感染有关系 HPV有不同的类型 目前有100多种 绝大多数它是低微型的 也就引起我们皮肤的一些改变 还有一些呢是高微型的 可能会引起比较宫颈的一些病变 跟我们皮肤呢通常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据医生介绍 发生在液窝或大腿根部 呈肤色的单个小肉啾啾 一般是软纤维瘤 也叫皮坠 通常与HPV病毒感染没有关系 如果不影响美观 不增大 则可以不用治疗 而耗发在脖子眼瞼和下颌等部位 类似于丝状的肤色或褐色小肉啾啾 叫丝状油 还有多发于面部或手背上的褐色小疙瘩 或丘疹 叫寻常油和扁平油 这些通常都与HPV病毒感染有关系 那它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对于这种病毒它有什么危害呢 第一它可以有传染性 如果说不处理的话 它可能会越长越多 第二个呢 外观上不好看 但是对身体呢 整体来讲危害并不是很大 如果小肉啾啾数量非常少 不明显 也没有不适感 可以不用处理 但如果数量越来越多 或者有疼痛等不适感 则建议及早就医治疗 目前比较常见的治疗手法有 激光 冷冻和外用药物 对于网上售卖的一些 声称可以消除肉啾啾的药物 如果没有正规的批准文号 也不建议您尝试 以避免用药风险 现在网上有一些处理的土办法 比如用香蕉皮涂抹 或用剪刀直接剪掉等 可行吗 这些方法呢 它本身呢 治疗的有效性 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 可能有效 第二个方面 如果说处理不当 也可能会导致激发感染 或者引起其他的一些 局部的扳痕啊等等 所以还是不建议 用这些土方 或者一些偏方处理 还是建议呢 到正规医院 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 对于易感人群 由HPV病毒引起的 这种小肉啾啾 一般我们很难预防 但我们通过提高 自身的免疫力 可以减少一些感染 HPV病毒的几率 比如说正规的一个睡眠 晚上不要熬夜 因为你熬夜 时间长了 抵抗力下降 那么容易导致 这个损害的一个发生 第二个呢就是 工作压力比较大 那么整个机体的 抵抗力下降 导致这种HPV的 发生的可能性呢 也会增加 此外 如果颈部 面部等部位清洗过度 导致皮肤破损了 也容易导致HPV病毒感染 出现小肉啾啾 专家提示 平时我们注意 个人卫生 适当调整生活方式 规律作息 多锻炼 增强体质 都可以减少 长小肉啾啾的几率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